大嘴哥这个位置有一个肌肉 它叫皮状体 皮状体它起来作用是什么 它可以帮助我们臀大肌很好的向上提 那么这个位置你要去想的是向上提的同时 你的臀大肌是边向前边向上走的 明白我意思吗 那么我来去做一个试验 我现在用两个手压着周老师挂 但是周老师是会做一个对抗 我是第一两次带它向下的 但是它是向上提的 周老师才有现在这个高度 我要感觉我是脚踩地板 把我的臀大肌拉起来 大家会发现如果我把我的胯 一味的向后腹 我整个人的形体是什么 会往下趴 没有一个很长的线角 但是大家看如果当我把我的臀部 拉起来 突然还是保持向后 我整个上半身是不是有一个 更加几乏的一个状态 而刚刚很多姐姐们呢 要不然是在这儿 要不然是在这儿 看到了吗 当很多姐姐出现这种向后仰的臀神 你们屁股还是往下跌 一定要臀部先向上去拎 然后我们的肋骨往回收 有一个很垂直的一个上半身的线角 跳太多的时候 我们女士不需要去开一个很大的肩胶 我们要做的是尽量的垂直 收到中端里面 明白 男士还好女士养 好 好 好